中国疫情升温之际 中共官方26号晚上突然宣布 2023年1月8号起 将COVID-19从蚁类甲管调整为蚁类仪管 包括感染者不用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等 且不再对入境人员采取检疫措施 只要在行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入境中国不用隔离和核酸检测 世界上最大的担忧 那就是中共对新变种的这种毒株 这些信息是完全不透明的 开放国门 它就有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感染大大增加 甚至有人就认为说 这会导致三年前把这些武汉的人放到了全世界 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可能会再次来临 全世界还可能会再度爆发 北京外籍医师博恩斯坦向路透社表示 他三十多年急诊室经历 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工情况 他与北京私立医院外籍医疗主任 朱尔塔布侯都担忧 北京这波疫情最坏情况还没到来 曾任记者的中国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联青川26号写道 他一向主张全体免疫 因为之前所有的封城半封城都既缺乏法理也不合理 但当前中国的防疫松绑是放任放弃与放纵的政策 是摆烂获得许多网友转发 但后来被中共网管删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